休息回來繼續反倒歷史 休息之前講了少少朝鮮半島的局勢 回來講回昨日未講完的話題 就是講船灣淡水湖的興建 以及萬宜水湖 希望短短用十分鐘時間簡單壓要 講到當時英國佬的基礎建設水塘的興建 我覺得應該是暫高一段落 重點我不是講工程 就是講這些水庫有多厲害有多厲害 當然這些當然是厲害和厲害 重點就是從英國佬以前建水塘的基礎建設 這些工程項目去看他們以前做事那種叫做嚴謹 大家知道港珠澳大橋那些什麼防波堤 那些什麼人工島 就是疑似計錯數那些對抗海浪那些石頭就衝散了 但是較早前如果大家還記得的 網上就很流傳了一些畫 或者一些相片就比較 說這個船灣淡水湖和萬宜水湖 特別是萬宜水湖 那些用來減弱那些海水潮值那些衝擊力那些大的石頭 用了幾十年都沒事 那為什麼香港港珠澳大橋都沒有通車就已經衝散了 這個工程的質量應該可以聽眾心中有數 是不是先有沒有偷工減料 有沒有計錯數 施工的單位合不合乎國際資價 這個我不是工程界 不過我們以目測都知道是很大問題的 那言歸正傳 那講回這個船灣淡水湖的提霸的興建之後 應該第二節回來就跟大家預告一點點 因為跟大家講過 這個藥疾早前跟大家講過也不少 加上有日本人征服了或者殖民台灣的時候 就拿台灣作為一個實質的基地 這個就是日本殖民台灣的情況 其實另一個就是發現新大陸之後 牽涉到歐洲人要移民美洲 其實他們都同樣把藥疾帶了去美洲 最終導致人口減少之後就引入黑牢 其實這一段的歷史坊間 我就覺得不是很詳細 講得很粗疏 不得具體 以及細節位講得不得清楚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補充一點點 看看可能講三四個星期左右 我猜一下 之後就跟大家講一下農業文明 文靈起源之類的東西 有很多話題 講回船灣淡水湖的興建 主要就是1963年 法國航道及建築公司 成功奪得了興建的招標 中了標 當時船灣淡水湖的興建 法國航道及建築公司 和現在有些分別 開頭規劃的時候 我就根據1959年 有一份的報紙或雜誌 叫做今日新界 我也可以拍張相片放上Facebook 就是當時這個船灣淡水湖 興建的範圍 就是遠遠是比規劃 規劃比現在大很多 它包括那個範圍 其實就應該是由船灣開始 一路對出起提拔 連接了馬史州 還有一個叫白沙頭 和白沙洲那一塊地方 基本上就現在由船灣去丁國 一路去到大尾都屬於船灣淡水湖的範圍 不過後來也因為資源和施工時間的要求 改了 那個規模 那個提拔就直接由大尾都一路一條 相當之長的提拔就駁去白沙頭洲那一塊 就是現在的船灣淡水湖的面積 怎樣也好 當時那個工程大概就一億二千四百萬港元 主要就興建船灣淡水湖的水壩 有這個秋水站 和一些供水站 這個工程就相當之大 開頭的時候就估計 最少那個提拔要有130呎高 長就是1.25英里的這個提拔 總之應該就當時如果建好之後 這個船灣淡水湖就是這個東亞最大的水庫 施工的過程也都徵召了很多的村民幫忙 當然那船灣淡水湖也都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滅村 就住在船灣一帶那些鄉村的人 就要搬出去大埔區那裏住 大概現在就是大埔六鄉里 如果大家熟知大埔地理環境 只要Google一下六鄉里 基本上現在寶湖花園對出那一堆平房 就是當時那些旋灣淡水湖一帶的村民搬去那裏住 這種規模其實就和之前這個興建石壁水塘的做法就差不多 時間上呢 用了三年的時間 基本上旋灣淡水湖的提拔 主體的工程就完成了 大概就是1966年10月左右 為什麼由這個法國航道及建築公司 投得這個工程也是 因為它是價低者得 還有當時也有十二間公司入標 在興建的過程不僅就是這樣建 其實這個旋灣淡水湖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挑戰 當時的英國科學家和工程師 都提出了不少的意見 最主要就是因為要保證這個提霸 是可以能夠對抗到 南中國海持續的潮池漲推 就是會衝擊那個提霸 所以其實就早在興建提霸之前 英國人就在一些實驗室的水力研究站那裏 除了起提霸之外呢也都有不同的公司 比如有這個叫做 根據資料顯示有一間叫做 瑞典建築有限公司和金門香港 建築有限公司呢 就拿到總值9600萬元 輕建連接 旋灣淡水湖和大埔頭集水口的管道工程 也都是用了很多很暫身的技術 之後這些旋灣淡水湖的水 就會通過水管 去到沙田淚水廠那裏處理 當然了 興建旋灣淡水湖呢 當時其實呢 之後 緊隨其後呢 英國政府都有很多不同的計劃 有一個計劃呢 就很少人看的 叫做白沙灣 這個興建水壩的工程 也都是在西貢白沙灣這裏 就想起一個水庫的 但是最終呢 因為東江水的供應 再加上當時呢 英國政府 這些呢 我們真的要提 因為受到白沙灣一帶那些村民的反對 所以最終呢 就不了了之 這個工程 當然啦 去到後期的 有這個萬宜水湖的落成 最經典的呢 就是這個烏麗德 當時呢 是香港政府的公務司 麗德川之前 我們也有講過他的歷史 烏麗德頭 當年是講過 一句經典的說話 就是說 香港建築水塘呢 就好像狗 想咬自己的尾巴一樣 永遠是追不到的 因為當你落成了船灣淡水湖的同時呢 香港的人口呢 當時呢 就增加到 四百五十萬 現在香港究竟人口有多少呢 我真的不知道 狠狠地 就是一千萬的 其實當時四百五十萬人口呢 香港真的確實是一個挺好的城市 永遠是追不到的 所以就算你這樣建 再建多少個水塘都沒有用 之後解決水坊 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大量要輸入東江水 當然啦 當年的東江水還是乾淨的 但是現在我們在喝屎水 對不對 不過 當時的英國政府呢 還是死心不惜的 就在1966年的時候呢 就希望啊 再提回這個叫做白沙灣計劃 但是最終呢 也都是受到白沙灣的村民反對 最終呢 就沒有做到這一項的事情了 除了建這個船灣淡水湖之外呢 萬宜水庫呢 其實都是一個 相當之重要的水庫 那麼在1978年就完成了 它的儲水量是六百億加侖 那麼萬宜水庫的情況是怎樣呢 那不如聽首歌吧 那待會回來就跟大家說少少少 那還有順帶一提呢 就是當時也有那些叫做 叫做鄉村供水計劃 和起這個叫做林錦公路 在這個1950年前後呢 就規劃 當時在戰後整個英國佬的佈局 那除了起水塘啦 有鄉村的計劃啦 教當地人種東西啦 還有鄉村的供水啦 還有起了不少的公路 是連接一些偏遠地區 特別是說元朗上水西貢這一帶 是改善當地人的生活 那麼這個先聽首歌吧 那待會回來呢 就約了跟大家說一下 那聽歌回來呢 還有少少少時間啦 那都是這個 約疾啦 在美洲的情況呢 就要留下個禮拜二 才跟大家說啦 那下個禮拜一都不節 假期沒有節目 那大家可以重溫吧 那講到萬宜水庫呢 這裡約了一提一提啦 萬宜水庫我就做的資料就沒有浪費太多時間了 因為其實都和船灣淡水湖的興建呢 就有異曲同工的 那都是有個海灣那裏呢 就弄那條的提霸 不過呢 這個重點 為什麼我要提萬宜水庫 有一件事呢 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大家現在有看新聞呢 就說很多什麼交野公園邊垂地帶 沒有價值嘛 沒有生態價值嘛 那麼現在香港特區政府那些官員 其實對大自然有多麼嚮往 對大自然的動物植物有多麼尊重 大家知道啦 是不是呢 講得難聽些 那些傢伙粗人來的嘛 根本就不懂植物和動物 那種的珍貴 就不像英國佬 那些人呢 經常數照英國佬呢 我其實真的可以舉很多個例子 那些英國人在這個叫做 興建這些大型工程的同時 是怎樣做保育呢 那當然啦 用現在的保育的技術去評論啦 四五十年前那種呢 其實是不公平的 不過啊 最低限度 如果大家知道的 最經典的那個例子就是 盧文士樹蛙 在這個赤立角要建機場的時候 那麼要盡量將這些樹蛙呢 就是搬遷啊 就去到香港不同的地方 那麼讓他們繼續是繁田嘛 那麼這個盡量做了這個的保育啦 不像你說 就是在大美督那裡要建一個人工沙灘 隨便捉幾條 那些這樣的 那些叫海窩牛 隨便安置在附近的海灣 就當保育了 這些呢 就看到香港現在的那些 所謂的保育呢 其實有多不濟 講回這個萬宜水庫 當時呢 就做了這些環境評估啊 成這樣 當時英國佬就發現 在萬宜水庫附近一帶呢 有一種的植物呢 就叫做蜘蛛蘭 那麼這一種蜘蛛蘭呢 問題大了 知道喂 在這裡有 香港有一種這麼這麼珍貴的一種植物 應該要移植啊 那麼最終呢 就將這些 萬宜水庫一帶那些 蜘蛛蘭呢 就簽了去家道里農場 還有 要很多人搬村的嘛 搬村的 要有一個的賠償啦 那麼主要當時呢 就是 西貢的鄉事委員會 啊 那麼那個主席叫做李潤壽 和這個西貢的李文虎 商討完之後呢 主要就是 在萬宜水庫那裡呢 就有個萬宜灣沙咀村呢 主要就受影響的村民就是這條村 最終呢 就是當時呢 英國政府就在西貢 就找了個地方填海 跟著呢 就安置這一班的村民 還要有屋住啦 有商鋪啦 有池塘啦 做法呢 就是 這個石壁水塘的興建 那麼 全部的費用呢 就由當時政府提供的 還有 建了屋給了池塘商鋪里之外呢 還要有 就是當時 每戶就提供一千二百元的水費的寶座 那麼 可以 令到當時的村民 最低限度有好幾年 是不用交水費 這些就是 我就覺得 當然啦 你可以說它是不是少因少壞 但是最低限度 這些是一些 都幾貼心的 就是一條龍服務 你又不像現在 喂 蔡元村 或者是橫山那些 喂 不是不搬喔 那些村民是願意搬的喔 但是如果你說用回當年英國政府 港英政府 搬不是問題 不過你呢 就最好 我們呢 就整條村的人呢 就住了在這幾代了 那麼大家呢 就相當之融合 那麻煩你去找個地方呢 其實應該就好像以前英國佬那樣呢 就整條村搬 你幫我建了屋喔 還有 如果我是有經營事多的話呢 麻煩你 你給我一個舖位去經營 還有我們那條村呢 又有祠堂的 那麼 譬如那些什麼村校啊 那些 我都不計了 是不是呢 以前英國佬呢 就會這樣做的 不過現在的九七政府 又會不會呢 這個 北京的政府 會不會呢 他管得你的村民死啊 隨便賺了少少搬遷費 打發你走就算了 是不是 所以 從之前跟大家提過的 石壁水塘的興建 到船灣探水湖 到萬宜水庫 那些經常是說 英國佬 怎樣衰怎樣衰那些呢 那些麻煩你收聲啦 是不是 讀一下書 了解一下當時英國佬政府是怎樣做 才好出聲啊 是不是 我都不提起公路了 那由1950年代開始呢 那當時英國佬呢 就建了很多條 不少的公路 那主要當時那個的邏輯呢 就是說 因為 新界要發展了 那但是很多新界一些的偏遠地區 譬如 一個大嶼山南邊啦 西貢啦 上水啦 這些這樣的地方呢 因為交通不方便呢 其實 是很影響這些這樣的地區的發展 還有 就是當地都有生產農產品的嘛 就很妨礙了這些農產品呢 就供應去到市區那裡 那所以 當時啊 英國政府呢 就在很多地方 包括 由沙頭國 元朗錦田 大埔西貢半島呢 就興建了很多不同的 那些又不是叫高速公路 是一些公路的支線 是方便一些偏遠鄉郊地區的人呢 就出省城 不說多了 由船灣去大美督 沙頭國那裡又有啦 跟著就 八鄉 跟著就 有西貢沿海 一路就西貢海 一路去到大莽仔 諸如此類 還有西貢去企嶺下 這些呢 我們現在 譬如行山呢 就在沙田市中心那裡搭車 進去西貢啦 其實這些 都是說幾十年前 英國佬為了改善這些 新界偏遠地方那些人呢 那個交通 還有可以令到他們可以 方便和市區的人的接觸 就是起了剛才我所提過的 這麼多的公路 你說現在香港政府 會不會搞這樣的事情呢 對不起啦 這些基礎建設 還有這些佬呢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事沒有幹的 你看看香港那些 現在近年的那些 偷工減料 接下來都不知道會不會 紅磡站想月台 對不對 好 一年了 講了幾集 以前英國佬 怎樣去規劃 和改善香港的情況 就講了這麼多 到此為止 點到即止 這個時間 最後一集 就聽一下 美國的傳教士 明恩譜 怎樣說中國人 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怎樣評價中國人呢 就聽一下吧 預祝各位周末快樂 還有端午節 吃粽不要吃那麼多 小心吃得太多 好 下星期二再和大家做個節目 拜拜